徐宁还没看见梁山这封信的内容 他怎么就冒得冷汗了呢 他心里边有事儿了 徐宁心想 这封信可千万别是金钱道夫昌龙写的 筑朝凤这几个庄主都在这儿 那要叫人家发现了 这后果是不可收拾 当他把信接到了手里 拆开了这么一看 他把这信就扣到他桌子上 然后吩咐 把这奸细给我推回来 他手下的军兵 把这奸细推到徐宁的跟前 金枪将上下一打零这个人 看这人的样子 鼓了鼓气的 头戴鹅棍身春鹤场 有数打败 古香古色的 累下挂了个大蒜盘子 说话是难方可疑 他还不服呢 你别看把他捆上了 他嘴里一劲嚷嚷 哦呀我是做买卖的呀 为什么把我捆上了 你们这里都是吃人啊 你们是截路啊 还是要钱呢 少说废话 你是哪里来的 我是个做生意的呀 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卖部的掌柜的 犹大山东这里弄不到东京汴梁城去卖 来回跑这一条路啊 为什么今天捆了我 还有王法没有 我要到丹官去告你们 他真说嚷嚷 徐宁不认识的 原来此人是神算的蒋静 蒋静装傻充愣 这叫装疯卖傻呀 金枪将吩咐人 先把这下书的奸细给我压了起来 然后他把祝朝奉几家庄主都给扶起来了 让他们平身归坐 这才传令放回韩超 把百姓将放回 韩超谢元帅不展之恩 非是本帅不杀而向上人头 祝庄主等几位庄主都为你讲情 还不上钱谢过 多谢几位庄主 哎呀将军 好险哪 以后可要多加小心 正在这时候 徐宁跟祝朝奉说话了 祝庄主 啊 徐元帅 请问 贵庄自从与梁山开仗以来 捉过他几位上将 回禀元帅 是我这巧妙机关拿住了他抱紫头林冲和吕方郭盛 还有石秀 杨雄 请问庄主 这几个人是已经借走了 还是压在了你的庄内 王学帅 我想把梁山贼口一网打尽在借网京师 啊 徐宁啪白袖子这么一胆 庄主诧异 住家庄 人多心不齐 画人画骨难画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怎么能长此一网 把林冲几人关押在庄中呢 本帅想把他们连夜 押入木龙秋车 借往东京汴梁 不知朱庄主和李沪两家 一下如何 说到这儿 徐宁啪白双眉色一条 二目元帧 目光熊熊 目不转睛瞅着朱朝风 朱朝风心里头 直哆嗦 心说这徐宁好厉害呀 难怪在东京汴梁 官拜神武大将军 这次五路人马发梁山 把他派成第一路 看来 我朱朝风得听从人家的将位 想到这儿 他也没问后边那俩庄主 他就把双拳一抱 听平 袁帅令下 好 说着话 徐宁又拿起这大令 喊涛听令 咱 我命你 戴罪立功 明日一早 将林冲五家贼寇 装入木龙秋车 借往京城 不得有 稍有茶池 提斗 来借 得令 汉涛 沉黄沉黄的 把令箭接过去 徐宁把袖子一抖 散 他 君兵撤下去了 然后他吩咐 齐排官 把几个庄主 请入后堂 待着 朱朝风一看 别在这儿待着了 他和李护两家 打了个招呼 大帅 大帅君务多忙 我等不敢打扰 暂且告辞 随时听口 袁帅 降令 如此 本帅 不挽留 几位庄主了 那样 带我 相送 得令 汉涛 领着几个棋牌官 把朱朝风他们送走了 朱朝风 想留李护两家 在自己这儿喝点酒 吃点饭 人家两位 都各回庄中 李氏了 只有他的谋士 小子房张力 和朱朝风 行影不离 他陪着朱朝风 来到书房 张力吩咐家院 你们都退了出去 他把家丁都打发走了 才转过脸来问朱朝风 原来 你看今日 金枪将徐宁 辽理军情如何 哎呀 张力贤弟啊 老夫正要问你呢 我看金枪将名不虚传 这个人很厉害 是军纪森严 以私不苟 贤弟你因何发酵 我看说 我看出徐宁凭几个破债 别看他那么稳当 我丑金枪将啊 是装作震惊 他内心空虚 哦 你怎么看出来 他为什么要杀他的副帅 百声将韩涛 原来你不能讲这个情啊 你没看我吗 我连理个茬都没理 这请讲不得 他别说杀一个韩韬 都杀了 也不足为奇 恐怕他不一定下得去守 而且接到梁山 奸起这封书信 他作为兵讨梁山的一路主帅 应该把这信交给庄主你看看 他把这封信放在桌案上 开始我看他见这封信的时候 颜色有变 可是后来 他又转忧为喜 啊 张力贤逼 你看得如此仔细 呵呵 软软 恕我直言不讳了吧 自从金枪将徐宁 战昌龙 我就看出了一丝破绽 虽然我没在当场 可是在他铁甲连环马的阵脚旁 有我张力的耳目 因为咱们派出八个人去 这八个装兵给徐宁引路 我已经做了安排 再说了 金枪将徐宁是什么人呢 我知道宋朝天下只有三条枪 第一 玉其林卢遵意 第二 曾投是史文公 第三就是他 凭徐宁的本领 据我想 别说梁山一个金钱抱的汤龙 就是两个也不是他的对手 汤龙被徐宁杀败 理所当然 但是去了那么长时间 回来之后 他枪刀全部带血 汤龙哪里去了 说不定 张力说的这会儿把话收住了 这个家伙是挺厉害 他抽身出来了 挑开帘子往院子里看一看 周围转了一圈 前窗后窗户 院子周围一人没有 他放心了 转身又近 朱朝方都听傻了 就等着 张力的下文 贤弟 你赶快说下去 院外 我在想啊 金枪将徐宁 有没有通水托梁山之贤 哎哟 我说贤弟 你恐怕严过其实了吧 庄主啊 我不能不这么想啊 你是庄主 我是你的谋士 看啊 贤弟 你光这么想 有什么用啊 不对啊 我现在有一条捉技 您呢 领着金枪将徐宁 把咱助起庄的地势看一看 特别要让他看看 太湖庭和老军堂的总机关 您更别忘了 到老军堂 让他见识见识 咱们助起庄的地势 那时小弟在一旁察言观测 如果徐宁心怀叵测 他见这图的时候 非动心不可 我怎么观察呢 我就看徐宁这俩眼睛 眼是心中之苗 定经则有 传经则无 如果他要想把图拿走 他的心情不一样 到那时 大哥 您可千万 不能手软啊 这俩人的话还没说完呢 家院跑进来 头戴一字逍遥金 身穿大红锦袍 腰扎软带 倒背双手 穿戴潇洒 把神态安详 好一派大将封动 朱朝风吩咐人高挑连龙 把徐宁让到屋里 然后 正当中一把大椅 请徐元帅落座 自己是亲手献长 徐宁春风满面 和方才 和方才 在那声听 斩寒涛的时候 嘿嘿 那真是判若两人啊 闲谈了三言无语之后 朱朝风 怀揣着小鹿 他试探地问 呃 徐元帅 不知您到此 有何吩咐 哦 庄主啊 一个为武将的 应该上小天文 下十地利 忠名人和 我今日 吃过饭之后 想来拜访拜访 庄主你 谈一谈 这朱家庄的地理民情 咦 在旁边坐着的 小子房张力 乐得心都一个印的直跳 那是为什么 怎么样 我敢说呀 是略视如神哪 要不然 怎么能和好小子房呢 看见没有 人家已经先发制人 来了 他避开徐丁 给朱朝风递了个眼神 朱朝风就明白了 朱朝风也是大心里万外 佩服张力 哦 我会觉得 你不提子事 老兄我都忘怀了 我看元帅 今日有些生气 我未敢动问 哦 不知庄主 你要问些什么 常言说 入乡问俗啊 我想领着元帅 您在住这庄 这庄前 庄后 走一遭 因为此庄 与他庄不同 这庄庄 就是一座 太极八卦图 您可曾看见我庄后 有两座高楼 一座是太湖庭 一座是老军堂 今天我想请元帅您 到太湖庭和老军堂 观赏一番 不知徐元帅 有此狭义心情 主要目的 我就是想让您看看 在我那老军堂中 挂着一张 住家庄的地形图 水破凉山 为了这张图 不知杀费多少苦心 如果这图要落在 他们的手里 他们就会 不费摧毁之力 易如反掌 三岁完同 也可以把大队人马 领进我的庄内 说话的时候 朱朝峰 不时翻着眼睛 看徐宁 那张力就更甭说了 张力那俩眼是 鼠蚊子的 往金枪将的肉里 盯 看徐宁脸上 有什么变化 诶 朱朝峰和张力 四只眼看了半天 就看徐宁 刚进门时候 是什么样 还什么样 他们俩人同时都在想 这位徐元帅 对这地形图 不感兴趣 还是大丈夫 喜怒不行于色 这时候只见 徐宁把头轻轻摇了摇 嘴角往下一锤 冷笑了一声 那些交信埋伏 能有多大的用处 庄主 我看他只能守 而不能攻 身为国家武将 应该讲的是 攻马刀枪 万马营中 去上将手机 如弹团群 方显英雄本色 呃呃员说的是啊 不过我 柱家庄的埋伏 也很厉害 那中金八帅 进军教头 豹子头临冲 若不是我的炫马坑 怎么能轻易捉得住呢 还有其他所有的这些梁山贼寇 现在不敢正视 柱家庄 也就在此了 徐宁听到这儿 把手摆了摆 庄主 以我徐宁看来啊 不用梁山水泊 怎么样破你的埋伏 打你的庄啊 你这座柱家庄 已经危在丹西 啊 柱朝风听到这会儿 两个眼睛瞪得跟刀子似的 他瞅着徐宁 心说金枪将 你要干什么 你想来的硬炸将 炸我一下吧 你这不炸人吗 我这庄怎么尾在丹西了 徐宁说完这句话 站起来了 不慌不忙的 由怀里掏出一封书信来 庄主 请自己 展信一观到 把这信往桌子上一摔 随后啪 把锦袍一撩 卖着四方步 出去了 诶诶诶 诸朝风一看 宋元帅 免 徐宁把袍袖一抖 连头都没回 诸朝风赶忙 油桌子上 就把那封书信拿起来 拆开信 这么一看 哎呀 当时紫园罗就觉得俩眼 有点冒红 两类生风气的 他俩太阳发骨 三帮发弩 是虚发道数 这封信是谁写的 写给谁的呀 是梁山君师无用 亲笔所书 写给李家庄 庄主 普天雕 李英的 这信里头 奇怪是什么呢 这个字不完全 有的那字啊 还用笔图了 是图的那地方 大概都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信里开头写着 李英庄主麾下 慧寒收到 赶君身识大义 愿归我水泼凉山 并设计助我破庄 生勤助家父 下边图了 尽赞其财 如能天柱功成 我必中谢 有敌之策 应百倍小心 是否先讲柱 下边图了 三更名罗为号 又必缠白金一条 下边又图了 万望保重 顺治大安 水泼 吴 吴 吴呀 祖朝方教学 头一晕眼一花脑袋 嗡嗡嗡之响啊 他俩腿这么一软 差点坐在地上 叫小子房张力把他扶住 张力轻轻的 把祖朝风扶在了椅子上 自己顺手把信 接过来这么一看 哎呀 小子房认识 真是无用的鼻涕 无用当时在山东一带 那是一位大书法家 那字写得太漂亮 鼻走龙蛇 龙飞凤舞 信写得特别流利 潇洒 真是文件其人 确实是无用 写给普天标李英的信 正在这时 蹬蹬蹬 一站脚步声 助龙助虎助标 哥几个都进来 他们想问问他爹 徐宁 一兵一组也没带 像闲散散步似的 溜溜答答 他就上这儿来了 他干什么来了 进门这哥 你个正好看见这封信 叫这几位 那哪受得了 当时就炸了庙 一个个气出 倒牛 爆跳如雷 破口大罢 普天标 李英果然 归顺了梁山 这是睡在我 祝家庄身边的 一条恶狼啊 还留他何用 杀了吧 拼了吧 火烧 祝家庄 将李英全家挑战 哎 呸 过 不行了 他们这一招 我把他爹 祝朝放脑袋 给闹晕了 小子房也迷惑了 不到拦队 不拦队了 就烧他们 一打漏了 这功夫 祝龙已经带领 一千人马 呸挂整齐 听方天话题 杀笨了李家庄了 来到庄门这 指着门口破口骂 让李英早早出来受死 李家庄的探报 飞跑进大厅厅 都差生了 这味儿的脖子后头出来了 李英吓了一跳啊 李英挺坎然 挺自在 可不骂 这不早晨上 祝家庄去 见了见徐宁元帅 给韩超还讲了个情 祝朝凤还挽留 他这么一切全挺好的 把钱写日子 那一见之仇啊 也早就扔着脖子后头去了 管怎么地呢 我现在呀 和祝朝奉使同舟共计 这条船要好了 我们俩就都好了 船要一破一进水 连他带我都得完 李英还在宽慰自己呢 你看这庄兵 怎么这么模样了 报上来 兵庄主 诸龙在城口前骂蛋 胡说 您听啊 李英侧耳咱们一听 哎 在庄的东门外 隐隐约约 有筋骨之声 正在这时候 鬼点杜星 慌慌慌慌慌的跑进来 庄主啊 朱家庄 欺人太甚 朱龙在庄前骂阵 知名点将叫您出群授手 嗯 李英一想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事吗 他怎么又跑这儿来骂阵来呢 你有那个本事像水扶梁下大营似的混血啊 来 与我备马 有点 赶快给李英备好了马 李英披挂整齐提兵人 一声大喊杀出庄口 冲过了吊桥 来到阵前 啪 把手中大刀增一提 你看果然是朱龙 朱儿朱龙 你率领人马来到我的庄前 一遇何为 哼 李英啊 好皮膚 你思通了梁山啊 今日还在我跟前装这份正经 感情你想在筑记庄装盘卧底 筑梁山一臂之力 想把我父子匡出筑记庄 然后勤拿 速往梁山受赏啊 你真是良心丧尽 可你忘了天离难容 兴走看急 往前一吹马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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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他这一番话 把普天条李英给气得直桌子 心说这是怎么了 我招谁惹了谁了 我什么时候通梁山了 什么时候想框你父子 他往旁边一带这个马 用刀头压住了方天极 朱龙啊 你真是欺我太甚 上一次 你们住家兄弟用剑伤了我 我是未权大义 因为跟你们装 是蒙装之好 我才不计前仇 可你不该一而再再而三吗 我普天条李英认识你 是死灭阎罗 祝朝凤的斩死 可就我的手 猪 刀 刀 不饶人的 说到这和他那大招 忘记这么一举 那普天条的脾气多爆 他哪受不了这 两把盘魂就 大到一处 李英这回可不像第一次 第一次他真是没把 祝家这哥几个放在眼里 所以比较大意 才吃那么一回亏 这回一刀紧思一刀 是刀刀不离 祝龙的后脑瓢啊 把祝龙砍得有点发迷糊 祝龙一想 我呀 我得用暗器伤害 早走一步为队 要晚了 别让他拿飞刀 把我飞了 祝龙这小子还算是聪明 他脚尖一点 登巴拉一学马 要往下扮 他的马刚往外面一扇 果然叫祝龙给猜着 普天表李英这个左手 往右肩肩头上 怎么一搭就把这个镖刀 撑出来 刀 一点寒心 啵 整中祝龙的后背 哎呀 祝龙打叫一声 左的一栽右的一晃 差点有马程掉下来 就在这时候 李英往前一催坐下来 把大刀举起来 双手举刀 力劈划刹 这刀劈得很又准 又很又稳 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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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脑骨顶一直 劈到了 马安心 那祝龙就脚在左边眼睛 往中看 右边眼睛 往西看 越看越远 两只千里眼 他就算 完了蛋了 哦 祝家庄的人马呀 一哄而散 李英也没有心思去追赶了 吩咐庄兵 把小儿祝龙 尸首掩埋 自己回装 脱去盔甲 他往大厅里边一坐 怒气不消 别看把重龙劈了 他还生了一肚子气 只听身旁有人常叹 嗨 李英这个气 我这心里正烦着呢 这谁在我旁边这嗨声叹气的 这不给我添蜜吗 他回头一看 是大管家鬼脸杜兴 杜兴 庄主 银河发探 我探庄主 探我何来 身为天地两大之间的英雄口汉 天下随人不知土天雕 受这样的窝囊气 我杜兴从小而念书不多 我只听人家说过 孟母教子居壁翟林 梁鸟则墨而兮 梁臣则主而是 您可倒好啊 叫了杜体庄这么个朋友 单单住在他这儿 看见了没有 您和杜体庄名为盟友 实在狐臣哪 我这当管家的呀 都跟着您窝囊啊 一言兴邦一言丧邦 这说话你得挑个实话 常言说良言一句三中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 你在他生气的时候 来这么一顿 这杜兴这话说的是不凉不热 是一把小扇子 扑扑扑 什么一扇 这火啊 砰砰砰上房了 扑天条一把 就把鬼脸杜兴给抓住 杜兴 那么我来问你 目前我等当如何呢 我看啊 应该选阳关大道去走 踏断这根独木桥吧 你这话是 庄主 我们应该去投水 泼凉山 哈哈 李英轻轻的把杜兴推开了 人家能要咱们吗 咱们跟住的庄 一口一个盟友 一口一个盟庄 人家凉山水泼 能信得着咱们吗 咱要倒在迎门前 人家闭门不大 我们是活是死的 哎呀 妈呀 而且大骂而策骂 说着把银龙计票 古上到十千 当屋里出来了 李庄主 我奉及时与宋江军事 无用之命特来相请 哎哎 李英一看好 我家真有凉山的人呢 他想了想 哎呦 一横脚一舵 只好如此了 这要逼着我上凉山呢 什么时候走啊 今夜三更 好了 就在当天晚上 收拾行当 打点细轮 备好车辆 轻轻把庄门拉开 一马当先 走在前面的这位 金盔金甲提金刀 不用问 那就是庄主李英 人哪走出来 没有四十里 突然听 突然听唐嚯嚷一半 落下 紧跟着灯笼火把 量子由从 掌入 薄照式的一般 咪咪咪咪 咪咕咕咕 咕咕咕 流命在 在走 马上被人 哈哈一阵大笑 神铁服定精一筹 有用 感情不是 李英 好久不見了